好那也看了这个蔡英文总统马上就要卸任 那现在可以看到他也接受了BBC的一个专访 来回顾八年的执政 好来看到呢 面对这个大陆对台湾的侵略威胁 蔡英文这么说的 不能够排除任何军事冲突 或是侵略的可能性 但是中方领导人也必须意识到战争爆发 恐怕拖慢大陆发展数十年 他说北京要取舍 那么他也说了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那全球民主国家集结成一股游异的嚇阻力量 如果我们非常谨慎的处理问题 还是有很大可能继续维持我们需要的人都是和平 所以他就说大家都能够同意我们靠自己 好我们有自己做决定 自己的政治体制军队宪法等等 只要是 只是呢没有获得足够的外交承认 好说到外交承认也被问到了 谈及美国的议长佩洛西访台 那他是这么说的 他就说呢 因为台湾被孤立太久了 所以对于任何一位总统来说 没有办法对裴洛西议长这样的来访说不 委员 蔡英文的说法也是台独分子的标准说法 他们就是认为这个 如果北京启动了武力统一战争的话 大陆的发展会拖慢数十年 他的假设是说大陆中国大陆比俄罗斯差 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打这个俄乌战争 也是在全世界欧美国家的封锁底下 制裁底下就俄罗斯的经济成长率还比G7每一个国家都高 你看一面打仗一面经济继续成长 这个就是本事 中国大陆会不会比俄罗斯差 我不晓得 那就由中国大陆领导人去判断 你说台湾的参加战争的实力比乌克兰强吗 不可能 绝不可能比乌克兰强 那这个你说中国大陆解放军会比俄罗斯军队差吗 不会 也就不会比俄罗斯差 那你说也因此中国大陆就得发展倒退数十年 大陆上很多人反对武力统一基本上才这个论调的 那假设就是中国比俄罗斯差 那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 那中国大陆是真的 要武力统一台湾只得想一想 这个逻辑是对的 可是这个逻辑是对 反面逻辑是什么 越打越旺 就是俄罗斯啊 不是吗 因为什么 因为解决了台湾的话 就解决了第一岛链的封锁问题 那也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美国动不动要称霸 这个第一岛链的问题嘛 那就看中国大陆领导人怎么去判断这些事情 那你说这个他没有办法拒绝裴洛西 因为他邀请来了他怎么拒绝啊 这个不是很好笑对不对 比如我要求阿良哥说我们待会去吃个晚饭 我怎么要拒绝阿良哥我刚刚没带钱 不好意思讲这个话吧 他是花了很多钱请公关公司 安排 钱金给了 陪洛西就是孝雄要有后屑 所以当然一定要来嘛 来要表现我抗中保台 哪知道给台湾穿了一个大小鞋 对不对 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最大的问题是台海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 不是经济问题都不是问题是主权问题 对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台湾永远会在这个战争的英零底下过日子 只是什么时候这个刀剑掉下来而已啊 其他的就不用再提了 像刚才这个丽将军也讲说解放军这个澎湖的越靠军的作战范围 现在是不打而已 解放军拿澎湖有什么问题 我们自己的兵推推个老半天 澎湖根本就是半天都被解决掉了 我讲了实话 不认为叫哪个军人出来 讲一下我们台湾的军队的这个评估 我们的兵推有没有这种情形 还是要看看CSIS的兵推 CSIS的兵推连澎湖都没考虑到 直接就是台湾的西海岸对不对 就被攻占了 多久时间 12个小时 要不要讲实话 对不对 所以 讲这些没有太大的意义嘛 你现在去做一些什么武力准备 我们有军队啦 你是为了一个错误的政治路线 准备牺牲军人的生命 准备牺牲老百姓的生命 你很快乐吗 你很快乐我没话讲啊 那可不可以就到立法院门口去登记啊 那边有你们的群众啊 登记的全部先送军队里面受训 派到什么守地一线 那不是更好 只在立法院那边耍宝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大陆来的后不知道吗 大陆我不知道的话 回家去睡觉算了 大陆很清楚嘛 他武力统一台湾的时候 就表示他决心要消灭台独 有多少台独就要消灭多少台独 这谁讲的 我只换个字台而已啊 就是林肯讲的 林肯当时要打南北战争怎么讲 他说我要打的南方子子孙孙 不敢再声言独立 你说大陆丁打的会怎么想 你比林肯差啊 不是这个意思吗 再来当时的美国南北战争 其实是统独战争啊 北方要统一啊 南方要独立啊 标准的统独战争 打的结果怎么样 他们北方跟南方的实力是2比1而已 现在两岸是2比1吗 好像不是哦 2比1打多角 打4年 打到什么程度 南方受了大城全部被烧掉 亚特兰大 沙凡那 哥伦布斯 受了大城全部被烧光 蔡英文 你觉得解放军会比林肯更仁慈吗 先想一想 如果不想的话 你政治路线要不要调整一下 他走了了 不是啊 那就是给赖心得听啊 对不对 这还用解释 就是给你民进党听啊 不要以为在立法院打打架 那是小局面 对 真正的大局面还没来 就是你们民进党去跟大陆打吧 我们其他人当都军 对不对 我们点名沈柏洋上场了没有 黄电宇上场了没有 对不对 蔡英文上场了没有 死了没有 还没死继续打 不是这样子吗 那一定的儿子回来没有 对啊 而且儿子回来没有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嘛 我们不主张你政治路线了 我们不用去上场打啊 我们有公民不服从啊 这不是你们教我们的吗 不然我们不懂有公民不服从啊 那剩下的是什么 我们当都军 我们当都战队 不就很好吗 对 你们民进党呢 这么一个伟大神圣的任务 让你民进党去完成嘛 打赢了就台独了啊 对不对 打输了你们在地球上消失啊 就没有别的路可选择嘛 那如果你要这样的 可是你们不是耶 不当兵的去当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啊 就叫那些什么那个谁去念军校 早期都是他们很辛苦的这些 立将军啊没念军校 民进党不念军校了 那现在就开始骗人住民去念军校 不是这样子吗 你们在搞什么我们还不清楚吗 民进党人是不当兵的啊 只叫别人去送死 然后只在街头花拳秀嘴打打架 打打立法院 立法院一颗炸弹下来都没有了 什么好打 好所以接下来赖清德 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总统府呢 也特别举办了欢送会 这个总统赖清德 也送了蔡英文总统 有这个钢笔啦 还有呢这个秘书长林佳龙 还准备了这个 即可拍的相机等等 那么赖清德致辞的时候就说了 蔡总统最近接手的媒体专访 又提到有四项未完成的议程 好哪四项呢 两岸的和平永续 民主国家持续合作 解决年轻人住房压力 劳保基金问题 还有未来新政府呢 也未来继续来接手 好我们请教亮哥 我那个就听一听就好了 那也没什么好讨论啊 他这样讲有什么用 蔡英文留下了坑才多了 他怎么不去谈呢 他怎么不去讲 飞核家园明年就到期了 2025要飞核耶 你再生人员现在只有10%耶 你答应我们要20%啊 他怎么不讲这个啊 讲这个不是实在很多吗 对不对 他怎么不去讲老保的基金 我那天去查了蔡英文拨补老保基金啊 因为2026要破产啊 对 蔡英文2022波补150亿 2023波补300亿 2024突然波补1500亿 暴增喔 那人家说 如果这个洞要补每年至少都要补2000亿 而且要连续补5年 请问蔡英文有做吗 那蔡英文他任内最最后这两年啊 还是台股交易最热络的时候 所以证券交易税还收了一大堆 未来赖清德这四年可没那么好风景啊 你到时候你财政的税入也会变少 然后你现在国防预算一年6000亿也卡在那里啊 然后蔡英文给你留那么多洞 老保基金那个坑没补 然后电力明年就开始吃紧 然后气候变迁排那个节能减碳 他连时间表都还没订啊 这我们叫做 我们叫绿色通膨啊 蔡英文都还没有做啊 你记不记得李远哲 在2022年去见蔡英文 提醒他这件事 说你不是支持气候变迁吗 那不是要减能减碳吗 那怎么到现在都没有 时间表跟行动计划呢 蔡英文怎么回答的 蔡英文说2024之后就不是我了 他就这样回答李远哲啊 就直接这样子 是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绿色节能减碳 我们如果台湾所有的企业都要试用 我跟你讲那个钱包大到什么程度啊 到时候都要转嫁到消费者 你去想一想台湾有多少 重排放碳的公司啊 半导体 面板 钢铁 水泥 石化 这些都是 都是啊 你看占比有多大 就蔡英文连做都没做 他直接跟你说2024之后就不是 所以我说总统赶快卸任啊 赶快 快了快了 赶快 拜托你赶快走吧 赞人两天 对吧 所以我跟你讲赖清德是 赖清德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倒霉的总统 因为蔡英文这八年留下来的坑之多啊 而且他还把台湾跟美国 搞外交的筹码都划光了 台积电也去美国了 我们莱猪也吃了 波音28架也买了 国防预算也拉高到6000亿了 请问赖清德还有什么可以跟美国啊 那蔡英文全部都划光了 所以我跟你讲啊 这个是他这个台面话要讲一讲啦 那从5月21号开始 他就开始恨蔡英文啊 一上任马上要处的事情就太多了 都是蔡英文留下来的坑嘛 谁不知道 你只要了解台湾的处境的人 就一定会知道这些问题 对不对